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中华民国人民经建筑师考试及格者 得冲任建筑师 第二条 具有佐列资格之一者 前条考试得以建合行之 一 公立或立案之私立专科以上学校 或经教育部承认之国外专科以上学校 修习建筑工程学系 科 所毕业 并具有建筑工程经验而成绩优良者 其服务年资 研究所及大学五年毕业者为三年 大学四年毕业者为四年 专科学校毕业者为五年 二 公立或立案之私立专科以上学校 或经教育部承认之国外专科以上学校 修习建筑工程学系 科 所毕业 并承认专科以上学校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讲师 经教育部审查合格 讲授建筑学科三年以上 有证明文件者 三 公立或立案之私立专科以上学校 或经教育部承认之国外专科以上学校 修习土木工程 营建工程技术学系 科毕业 修满建筑设计二十二学分以上 并具有建筑工程经验而成绩优良者 其服务年资 大学四年毕业者为五年 专科学校毕业者为六年 四 公立或立案之私立专科以上学校 或经教育部承认之国外专科以上学校 修习土木工程 营建工程技术学系 科毕业 修满建筑设计二十二学分以上 并承认专科以上学校教授 四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讲师 经教育部审查合格 讲授建筑学科四年以上 有证明文件者 五 经工务人员高等考试建筑工程科考试及格 且经分发任用 并具有建筑工程工作经验三年以上 成绩优良 有证明文件者 六 在外国政府领有建筑师证书 经考选部认可者 前项检核办法 有考试院会同行政院定之 第三条 本法所称主管机关 在中央为内政部 在直辖市为直辖市政府 在县 市 为县 市 政府 第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不得冲任建筑师 以冲任建筑师者 由中央主管机关撤销或废止其建筑师证书 一 受监护或辅助宣告 尚未撤销 二 罹患精神疾病或身心状况为常 经中央主管机关为请二位以上相关专科医师咨询 并经中央主管机关认定不能执行业务 三 受破产宣告 尚未复权 四 因业务尚有关之犯罪行为 受一年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判决确定 而未受缓刑之宣告 五 受费纸开业证书之成借处分 前项第一款至第三款原因消灭后 仍得一本法之规定 请领建筑师证书 第五条 请领建筑师证书 应据申请书及证明资格文件 臣请内政部和名后发给 第六条 建筑师开业 应设立建筑师事务所执行业务 或由二个以上建筑师组织联合建筑师事务所共同执行业务 并向所在地直辖市 县 市 办理登记开业且以全国为其执行业务之区域 第二章 开业 第七条 领友建筑师证书 具有二年以上建筑工程经验者 得申请发给开业证书 第八条 建筑师申请发给开业证书 应被据申请书载明左列事项 并检附建筑师证书及经历证明文件 向所在线 是 主管机关申请审查登记后发给之 其在直辖市者 由公务局为之 一 事务所名称及地址 二 建筑师姓名 性别 年龄 照片 住址及证书字号 第九条 建筑师在未领得开业证书前 不得执行业务 第九之一条 开业证书有效期间为六年 领友开业证书之建筑师 应于开业证书有效期间届满日之三个月前 检据原领开业证书及内证部认可机构 团体出具之研习证明文件 向所在直辖市 县 市 主管机关申请换发开业证书 前项申请换发开业证书之程序 应减负文件 收取规费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 由内证部定之 第一项机构 团体出具研习证明文件之认可条件 程序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 由内证部定之 前三项规定施行前 以一本法规定核发之开业证书 其有效期间自前二项办法施行之日起算六年 其申请换发 依第一项规定办理 第十条 直辖市 县 市 主管机关于核准发给建筑师开业证书时 应报内证部被查 并刊登公报或公告 注销开业证书时 一同 第十一条 建筑师开业后 其市务所地址便跟及其从业建筑师与技术人员受聘或解雇 应报直辖市 县 市 主管机关分别登记 第十二条 建筑师事务所签已于核准登记之直辖市 县 市 以外地区时 应向原登记之主管机关申请核转 接受登记之主管机关应及核发开业证书 并报请中央主管机关被查 第十三条 建筑师自行停止职业 应检据开业证书 向原登记主管机关申请注销开业证书 第十四条 删除 第十五条 直辖市 县 市 主管机关应被拒开业建筑师登记部 载名佐列事项 一 开业申请书所载事项 二 开业证书号数 三 从业建筑师及技术人员姓名 受聘或解雇日期 四 登记事项之变根 五 讲成种类 期限及适由 六 停止职业日期及理由 前向登记部案年令善副本 曾报内政部备案 第三章 开业建筑师之业务及责任 第十六条 建筑师受委托人之委托 办理建筑物及其实质环境之调查 测量 设计 监造 估价 检查 鉴定等各项业务 并得待委托人办理申请建筑许可 招商投标 拟定施工契约及其他工程上之接洽事项 第十七条 建筑师受委托设计之图样 说明书及其他书件 应何于建筑法及基于建筑法所发布之建筑技术规则 建筑管理规则及其他有关法令之规定 其设计内容 应能使营造业及其他设备厂商 得以正确估价 按照施工 第十八条 建筑师受委托办理建筑物建造时 应遵守所列各款之规定 一 监督营造业依照前条设计之图说施工 二 遵守建筑法令所规定监造人应办事项 三 查核建筑材料之规格及品质 四 其他约定之间造事项 第十九条 建筑师受委托办理建筑物之设计 应付该工程设计之责任 其受委托监造者 应付监督该工程施工之责任 但有关建筑物结构与设备等专业工程部分 除五层以下非公公众使用之建筑物外 应由承办建筑师交由依法登记开业之专业技师负责办理 建筑师并负连贷任 当地无专业技师者 不在此县 第十九之一条 经建筑师考试及格 领有建筑师证书及建筑师开业证书者 除法律令有规定者外 得办理建筑科工业技师业务 第二十条 建筑师受委托办理各项业务 应遵守城市信用之原则 不得有不正当行为及违反或废持其业务上应尽之义务 第二十一条 建筑师对于承办业务所为之行为 应付法律责任 第二十二条 建筑师受委托办理业务 其工作范围及应收酬金 应与委托人于事前订立书面契约 共同遵守 第二十三条 删除 第二十四条 建筑师对于公共安全 社会福利及遇防灾害等有关建筑事项 经主管机关之指定 应相助办理 第二十五条 建筑师不得兼任或兼营佐劣职业 一 依公务人员任用法任用之公务人员 二 营造业 营造业之主任济师或济师 或为营造业承揽工程之保证人 第二十六条 建筑师不得允诺他人假借其名 一直行业务 第二十七条 建筑师对于因业务窒息他人之秘密 不得泄露 第二十七条 建筑师对于因业务窒息他人之秘密 第四章 工会 第二十八条 建筑师领得开业证书后 非加入该管之辖室 县 市 建筑师工会 不得执行业务 建筑师工会对建筑师之申请入会 不得拒绝 本法中华民国九十八年十二月十一日修正之条文 施行前已加入省工会执行业务之建筑师自该修正施行之日起二年内得继续职业 骑历市任天完整 原省建筑师工会应自其历界满日起一年内办理解善 直辖市、县、市、建筑师工会应将所属会员入会资料,转送至全国建筑师工会办理登陆备查。 第一项开业建筑师,已加入一个直辖市或县、市、建筑师工会为县。 第二十八支一条,为促进金门马祖地区之建筑师工会发展,规定如下。 一、建筑师领得开业证书后,得加入金门马祖地区之建筑师工会,不受前条第四项规定之限制,非加入该管金门马祖地区之建筑师工会,不得于金门马祖地区执行业务。 但在该管金门马祖地区之建筑师工会未成立前,不在此县。 二、领友金门马祖地区开业证书之建筑师,得加入台湾本岛之直辖市、县、市、工会,并以一个为县。 原福建省建筑师工会应变根组织为金门马祖地区之建筑师工会,并以会所所在地之当地政府为主管机关。 第二十九条,建筑师工会于直辖市、县、市、组设之,并设全国建筑师工会于中央政府所在地。 但报经中央主管机关核准者,得设于其他地区。 第三十条,直辖市、县、市,有登记开业支建筑师达九人以上者,得组支建筑师工会,其部组九人者,得加入临近直辖市、县、市、支建筑师工会或共同组织之。 同一或共同组织之行政区域内,其组织同级工会,以一个为县。 第三十一条,全国建筑师工会,应由直辖市、县、市、建筑师工会共同组织之。 各职辖市、县、市、建筑师工会,应自组织完成之日期六个月内,加入全国建筑师工会,全国建筑师工会不得拒绝。 第三十一之一条,本法中华民国九十八年十二月十一日修正之条文施行前,已设立之中华民国建筑师工会全国联合会,应自该修正施行之日期二年内,依本法规定变更组织为全国建筑师工会。 原已设立之台湾省建筑师工会所属各县、市、办市处,得于三年内调整,变更组织或并入各直辖市、县、市、建筑师工会,其所属直辖市联络处得调整,变更组织或并入各该直辖市建筑师工会。 因第二十八条之一第二项及前项调整或变更组织而财产移转,适用下列规定。 一、所属立之各项器具凭证,免真印花税。 二、其移转之有价证券,免真证券交易税。 三、其移转货物或劳务,非属营业税之客真范围。 四、其不动产移转,免真气税及不克真土地增值税。 但土地于在移转时,以前项调整或变更组之前该土地支援规定地价或前次移转限值为原地价,计算涨价数额,可真土地增值税。 第三十二条,建筑施工会之主管机关为主管社会行政机关。 但其目的是业,应受主管建筑机关之指导,监督。 第三十三条,建筑施工会设立是,监市,由会员大会选举之,其名额如下。 一、建筑施工会之理事不得于二十五人,监市不得于七人。 二、全国建筑施工会之理事不得于三十五人,监市不得于十一人。 三、厚补理,监市不得超过理,监市名额两分之一。 前项理事,监市之任其为三年,连选得连任一次。 第三十四条,建筑施工会每年开会员大会一次,必要时得召开临时大会,如今会员五分之一以上之要求,应召开临时大会。 会员大会,须有会员两分之一以上出席,使得开会。 但张承令有规定会员大会出席会员低于两分之一者,不在此线。 会员大会依前项淡书之规定召开者,会员应亲自出席,不得委托他人代理。 第三十五条,建筑施工会应定立章程,造具会员简表及职员名册,申请该管设政主管机关核准,并应分报各该主管机关备案。 第三十六条,建筑施工会章程,应规定下列事项。 一、名称,地区及会所所在地。 二、宗旨,组织及任务。 三、会员之入会及退会。 四、会员之权利及义务。 五、理事、监事、候补理事、候补监事之名额、权限、任期及其选任、解任。 六、会议。 七、会员遵守之公约。 八、建筑施测计律委员会之组织及封计维持方法。 九、会费、经费及会计。 十、其他处理会物资必要事项。 直辖市、县、市、建筑施工会订立章程,不得抵触全国建筑施工会章程。 全国建筑施工会章程,应规定有关个直辖市、县、市、建筑施工会之联细协条事项。 第三十七条,建筑施工会应定立建筑施业务章则, 载明业务内容,受取酬经标准及应尽之责任、义务等事项。 前项业务章则,应经会员大会通过, 在直辖市者,报请所在地主管建筑机关, 和转内政部核定,在审者,报请内政部核定。 第三十八条,建筑施工会所在地之主管社会行政机关及主管建筑机关于建筑施工会召开会员大会时, 应派员出席指导,礼监事会亦得派员出席指导, 并得合约其会议记录。 第三十九条,建筑施工会应将左列事项分别承报所在地主管社会行政机关与主管建筑机关。 一,建筑施工会章程。 二,会员名册及会员之入会,退会。 三,理事,监事选举情形及当选人姓名。 四,会员大会,理事,监事会议之开会日期,时间,处所及会议情形。 五,提议,决议事项。 前项陈报,有所在地主管社会行政机关转报内政部合备。 第四十条,建筑施工会违反法令或建筑施工会章程者,主管社会行政机关德分别施以左列之处分。 一,警告。 二,撤销其决议。 三,整理。 前项第一款及第二款之处分,主管建筑机关病得为之。 第五章,讲成。 第四十一条,建筑施有左列情势之一者,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德予以奖励之,特别优异者,曾报内政部奖励之。 一,对建筑法规,区域计划或都市计划相助研究及建议,有重大贡献者。 二,对公共安全、社会福利或与防灾害等有关建筑事项相助办理,成绩着者。 三,对建筑设计或学术研究有卓越表现者。 四,对协助推行建筑实务者有成绩者。 第四十二条,建筑师之奖励如左。 一,加奖。 二,颁发奖状。 第四十三条,建筑师未经领有开业证书,已撤销或废止开业证书,未加入建筑师工会或受停止执行业务处分而擅自职业者,除了令停业外,并处新台币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之罚还,其不遵从而继续职业者,得按次连续处罚。 第四十三之一条,建筑师违反第九条之一规定,开业证书已于有效期间未申请换发,而继续执行建筑师业务者,储新台币六千元以上一万五千元以下罚还,并令其限其补办申请,借其不遵从而继续职业者,得按次连续处罚。 第四十四条,删除 第四十五条,建筑师之惩戒处分如下 一,警告 二,申戒 三,停止执行业务二月以上二年以下 四,撤销或废止开业证书 建筑师受申戒处分三次以上者,应令受停止执行业务时限制处分,受停止执行业务处分累计满五年者,应废止其开业证书。 第四十六条,建筑师违反本法者,依下列规定惩戒之 一,违反第十一条至第十三条或第五十四条第三项规定情势之一者,应与警告或申戒。 二,违反第六条,第二十四条或第二十七条规定情势之一者,应与申戒或停止执行业务。 三,违反第二十五条之规定者,应与停止执行业务,其不遵从而继续执业者,应与废止开业证书。 四,违反第十七条或第十八条规定情势之一者,应与警告,申戒或停止执行业务或废止开业证书。 五,违反第四条或第二十六条之规定者,应与撤销或废止开业证书。 第四十七条,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对于建筑师承介事项,应设置建筑师承介委员会处理之。 建筑师承介委员会应将交付承介事项,通知被付承介之建筑师,并限于二十日内提出答辩或到会承诉,如不遵线提出答辩或到会承诉时,得进行决定。 第四十八条,被承介人对于建筑师承介委员会之决定,有不服者,得于通知送达之一日起二十日内,向内政部建筑师承介副审委员会申请副审。 第四十九条,建筑师承介委员会及建筑师承介副审委员会之组织,由内政部订定,报请行政院备案。 第五十九条,建筑师承介本? 第五十条,建筑师承介副审委员会得列举四十,提出证据,报请或由直辖室、县、市、主管机关交付承介。 第五十一条,被承诫人之处分确定后,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应与执行,并刊登公报或公告。 第六章,负责 第五十二条,本法施行前,领有建筑师甲等开业证书有案者,仍得冲建筑师。 但应依本法规定,检据证件,申请内证不合发建筑师证书。 本法施行前,领有建筑科工业绩师证书者,准用前项之规定。 第五十二之一条,第二条第一项第五款建筑科工业绩师减合取得建筑师证书者, 限其于中华民国七十四年六月三十日前办理完毕,与其不再受理。 依前条几本条前项之规定检合领有建筑师证书者, 自中华民国七十五年一月一日起不得同时执行建筑师、 土木科工业绩师或建筑科工业绩师业务, 以执行者应取消其一。 第十九条之一建筑师办理建筑科工业绩师业务者一同。 第五十三条,本法施行前,领有建筑师已等开业证书者, 得于本法施行后,凭原领开业证书继续执行业务。 但其受委托设计或兼造之工程造价已在一定限额以下者为限。 前项领有一等开业证书受委托设计或兼造之工程造价限额, 由直辖市、县、市、政府定支, 并得市地方经济变动情形, 报经内政部核定后予以调整。 第五十四条,外国人得依中华民国法律应建筑师考试。 前项考试及格领有建筑师证书之外国人, 在中华民国执行建筑师业务, 应经内政部之许可, 并应遵守中华民国一切法令及建筑师工会章程及章则。 外国人经许可在中华民国开业为建筑师者, 其有官业务上所用之文件, 图说,应以中华民国文字为主。 第五十五条,建筑师证书及建筑师开业证书之证书费金额, 由内政部定支。 第五十六条,本法施行细则,由内政部定支。 第五十七条,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本法中华民国八十六年五月七日修正公布支第五十四条, 其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支, 九十八年五月十二日修正支条文, 自九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施行。